OK,我们从去年做了第一期Leo的对谈,让更多人知道了Wakamaya,也知道了Leo这个Wakamaya的核心成员,所以今天我们又找来了我们的老朋友Leo,但是这次不聊他的乐队,我们这次要好好聊一聊Wakamaya和Wans的联名,这款鞋非常满意,所以很期待今天的节目。 Wakamaya是成立于东京,秉持着音乐是想象力的出发点,基本理念的同时,从电影和艺术中汲取更多的灵感。 创始人Molly Senpai首次创立的是一家名为Rocksteed的酒吧,将他所热爱的音乐定为品牌核心元素。 如同Wans一样,音乐、艺术和街头文化也一直是Wakamaya品牌文化核心,始终影响着品牌整个调性以及每季度的传播方向。 那这次Wans和Wakamaya的联名系列呢,涵盖了这个黑胶唱片、电影和艺术。 Wakamaya将其独特的风格注入Wans联名系列共三个配色,淡蓝、浅粉和经典白。 又来到了熟悉的Wakamaya店铺,然后今天还是找我们非常熟悉的Leo,因为他已经是第三次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了啊。 然后这次呢,不聊他的乐队了,这次聊一下他所工作的品牌和他们这次和Wans联名的学院。 啊,所以尽管之前也聊过,但是我们先让Leo给大家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关于Wakamaya这个品牌的介绍吧。 Brandって何年目なんですか?富士山。 はい。 16年。 16年前からブランドがスタートしてまして。 我和Wakamayaと出会ったきっかけっていうのがやっぱり和Wakamayaの音楽を非常にフューチャーしてて。 そのイベントがもう本当に僕にとっては夢のような空間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それが本当にある縁をきっかけにここで音楽のスタッフで手伝うことができて。 だから非常に僕にとっては音楽と天国東京って言ってるだけあって。 そのデザイナーの描く日常天国のような日常という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たくさん詰まった夢のような天国のようなブランドだと思ってます。 那我们也知道这次的Wans的联名図鞋已经是第二次了。 然后第一次我们错过了。 那我们这次好好聊聊这次的这个联名図鞋。 那能不能让他告诉大家一下这次的新的联名図鞋的设计灵感等等方面的元素。 包括这个写的图形的来源等等的出处什么的。 让他跟大家聊一下这个。 本来以前是这个Aroha的图形。 我以前是这个Aroha的图形。 我以前是很重要的。 这些音乐领域和音乐领域和魂。 也就是这一次联名主要是音乐为主的 那身为一个人的联名 也就是有一个人的联名 也就是这个联名 就是这一次的联名 主要是音乐为主的 那身为一个人的联名 这个万斯多年的粉丝啊 我一直知道万斯跟街头时尚潮流 永远都分不开的这种联系 有无数年轻人都是这个品牌的忠实粉丝 那我也想知道让他们自己来说一说 万斯跟Wakamaria的共通之处 和他们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做一个有机的结合的之处 让他也聊一聊这一块 FLUTION的部分或者 我相信那些人很重要 我相信那些人很重要 所以我相信那些人 也相信那些人 也相信那些人 都所属于那些人 我爱你自己的樂器 和音乐 和娠奏 把这些年轻的信心 和我感觉 和我感觉 和所在的地图 我认为两个人继续的感谢 这两个人继续的感谢 我认为能够更增异 行了 聊这么多 我觉得说这么多 不如让人穿上看看 到底穿上是什么样的 对不对 有劳我们兄弟 给大家做几次演绎了 来三声吧 一个写管来一声演绎吧 太阳 嗯 嗯 I don't practice Santeria I ain't got no crystal ball I had a million dollars But I I'd spend it all If I could find that Hannah And that Sancho that she's found I'd pop a cap in Sancho And I'd slap her down But I really wanna know My baby But I really wanna say I can't define Well it's love that I lead Oh My soul will have to wait til I get back Find a Hannah of my own 好 Leo给我们帅气的演绎了一下 如果大家对这双鞋怎么穿帅 怎么穿有样有疑虑的话 可以看看前面Leo的演绎 Once和Wakumaya联名系列 虽然已经在三月底发售了 错过了上一波发售的小伙伴 没关系 我们可以冲五月第二波的新品 请大家时刻关注Once We'll see you next time We'll see you next time We'll see you next time